欢迎大家收看影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巴本海默和晚礼福 巴法奖一切你需要知道的 民主有点像早餐 在新南威尔士学校推动培养公民教育 一位澳大利亚特技女演员如何征服了印度动作电影界 俄罗斯对轨道和武器的竞标震惊了公众 即使细节仍然模糊不清 赢得奥斯卡奖的电影 记录了奈瓦尔尼的生活和可能的死亡 请大家收看 巴本海默和晚礼福 巴法奖一切你需要知道的 BBC 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Bephti电影奖 将于2月18日举行 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奥本海默》 以13项提名领跑 《奥本海默》是一部关于帮助开发原子弹的人生的电影 入围最佳影片 最佳男主角西里安 莫菲和最佳女配角艾米丽·布朗特 英国出生的导演诺兰 是最有希望获得最佳导演奖的人选 其他希望获得成功的电影 包括《可怜的事情》11项提名和索尔特本5项提名 玛格特·罗比在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中落选 她在英国电影学院奖上获胜的机会很小 颁奖典礼将有钱神秘博士明星大卫田纳特主持 民主有点像早餐 在新南威尔士学校推动培养公民教育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教育标准局 计划发布一份新的人类社会与环境课程大纲 该大纲将更加注重公民教育 此举是因为澳大利亚成年人对民主的信仰日益减弱 一项研究发现 七分之一的人认为我们应该摒弃选举和议会 由专家代表人民做决策 新的课程大纲旨在加强学生对民主及其过程的了解 批评者认为 这个问题超出了学校课程的范畴 并指出政治家的行为导致了对民主的幻灭 一位澳大利亚特技女演员如何征服了印度动作电影界 BBC 玛丽安·艾文斯 以她的一名吴魏纳迪亚而闻名 是一位澳大利亚女演员和特技演员 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成为印度电影业的明星 她在1935年的印第与电影猎人附中首次亮相 并成为当时票房最高的女明星 她以大胆的特技动作而闻名 她的角色经常扮演一个坚强独立的女性 与恶棍搏斗 艾文斯成为宝莱物的崇拜对象 她的电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主题 俄罗斯对轨道核武器的竞标震惊了公众 即使细节仍然模糊不清 悉尼先驱晨暴 据美国总统乔拜登表示 俄罗斯一直在研发一种反卫星太空武器 他补充说 这种武器对地球上的人类并不构成核威胁 而且可能永远不会被部署 这一阶势凸显了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在太空攻击和反击能力方面的日益激烈竞争 引发了对潜在太空战争的担忧 专家表示 核武器在低地球轨道爆炸可能会烧毁数百英里范围内的卫星 并对通过受影响区域的卫星造成长期累积的损害 赢得奥斯卡奖的电影 记录了纳瓦尔尼的生活和可能的死亡 BBC 亚历克谢 纳瓦尔尼在上周在俄罗斯监狱去世后 他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变得更加令人动容 这部由加拿大导演丹尼尔·罗赫尔指导的电影 追踪了纳瓦尔尼揭开一起用神经毒计新西兰毒素来毒杀他的阴谋 这部纪录片在他去世之前发布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 在电影中 纳瓦尔尼开玩笑说导演是为他的死而拍这部电影 最后一幕问纳瓦尔尼 如果他被杀或被监禁 他会留下什么信息 纳瓦尔尼回答说 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有多么强大 邪恶的胜利只需要善良的人无所作为 所以不要袖手旁观 这是一个重要的月份 因为有一些真正好的翻拍电影 你会喜欢新版的一天和史密斯夫妇 澳洲ABC 本文提供了2月份在流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新节目和电影的清单 一天改编自大卫尼克尔斯的书籍 已经在Netflix上改编成了一部14集的电视剧 故事讲述了德克斯特和艾玛的生活 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经历了喜悦和心碎 同时暗暗渴望着对方 Netflix的改编版 拥有多元化的演员阵容 艾玛一角由安比卡 莫德扮演 他为角色带来了独特的视角 史密斯夫妇是一部电影的翻拍版 现在可以在Prime Video上观看 该剧由唐纳德 格洛福和玛雅 厄斯金出演 他们饰演一对冒充夫妻的间谍 文章赞扬了两位主演 以及亚历山大 斯卡斯加德 麦克拉 科尔和沙拉 保罗森等配角之间的化学反应 知道了是一部由比伯和巴特的创作者 制作的定格动画讽刺片 讲述了一个 由一个尴尬而可憎的中年男子劳伦 卡斯皮安主持的广播节目的制作过程 该节目包括真实的名人采访 和一群同样可怕又令人愉快的角色 众神之家 可以在ABCI View上观看 讲述了一个伊拉克澳大利亚家庭 在他们的组长当选为一座清真寺的主寄后 面临的新权力和特权的挑战 该剧探讨了包容性和团结的主题 因为这个家庭面临着社区的反对 多伦多的一位奥斯卡获奖纳瓦尔尼 纪录片制片人表示 纳瓦尔尼的遗产将会延续下去 你无法扼杀他的思想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电影制片人丹尼尔 罗赫尔·丹尼尔罗尔 曾因其关于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 阿列克谢·纳瓦尔尼 Alexei Navalny的纪录片 而获得奥斯卡奖 他谈到了对纳瓦尔尼去世的感受 罗赫尔与纳瓦尔尼 一起拍摄了两个月的纪录片 而纳瓦尔尼 在服刑19年的刑期期间去世 罗赫尔表示 尽管他和纳瓦尔尼 曾讨论过他的死亡可能性 但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 他感到震惊 他形容自己与纳瓦尔尼的关系 是友好 欢快 有时对抗性的 并表示他们很快成为了朋友 罗赫尔说 纳瓦尔尼有着黑色幽默感 可以对任何事情都轻松看待 他说 这部纪录片 现在将成为一种行动的呼吁 提醒人们民主的脆弱性 同时鼓励他们成为积极的公民 罗赫尔希望这部电影 能够展示你可以杀死一个人 但你无法杀死他的思想 当这种思想超越个体时 你也无法杀死他的使命感和目标 前CBS高管莱斯 穆恩维斯将支付洛杉矶道德罚款 因为他干涉了警方的调查 美联社 前CBS首席执行官莱斯 穆恩维斯同意支付 11250美元罚款 以解决一项指控他干涉性侵案件 警方调查的投诉 穆恩维斯承认与一名前警长合作 获取有关一名性侵受害者 对他的保密警方报告的信息 2022年 有关穆恩维斯的警方干涉指控 在一项和解中曝光 CBS和穆恩维斯同意支付3050万美元 以隐瞒股东对性侵指控的知情权 穆恩维斯否认袭击任何人 并表示这些指控是不真实的 由于时效性问题 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在2018年拒绝对穆恩维斯提起刑事指控 著名的富裕表演者去世时 他没有给他的女儿留下任何财产 而是将他的木偶继承了一大笔财富 澳洲ABC 木偶表演者查理 麦卡锡是美国广播电台上在1930年代走红的 他在一篇在线文章中被铭记 查理身高90厘米 由木头和塑料制成 曾与弗兰克 辛纳区 格劳乔 马克斯和利伯拉切等人一起表演 他的姐姐坎迪斯也是个木偶表演者 成为了一位与获殊荣的女演员 查理是由艾德加·伯根制作的 他19岁时以35美元从木工店购买了第一个木偶 伯根的追逐与桑伯恩之时大获成功 到1937年底他每周赚取1.4万美元 同年 伯根因创造查理而获得了荣誉奥斯卡奖 这个木偶与电影明星为维斯特一起表演时引发了争议 导致维斯特被禁止在NBC广播中露面 伯根出演了近24部电影 并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获得了三颗星星 他最后一次亮相是在《大毛绒威胁》电影中 专家们研究了1万份研究报告 找到了最佳的学习阅读方法 我们为您提炼了一下 澳洲ABC 本周早些时候 格拉坦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发现 三分之一的学生由于坚持使用一种过时且被证明无效的教学方法 而未能有效学会阅读 该报告敦促学校放弃整体语言教学方法 而对于那些想在家帮助孩子学习阅读的家长来说 没有什么比有资质的教师更好的替代方法 我们向专家请教了一些最佳建议 供家长们在家使用结构化十字法来帮助孩子学习阅读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为你们带来了一些新闻摘要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些新闻 首先 我们了解到奥本海默是巴法奖的最大赢家 获得了13项提名 这部电影讲述了帮助开发原子弹的人的故事 非常值得期待 此外 可怜的事情和索尔特本也是备受关注的电影 颁奖典礼将由前神秘博士明星大卫 田纳特主持 这也是一个令人期待的亮点 接下来 我们了解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教育标准局 计划在课程中加强公民教育 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对民主的信仰减弱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希望通过加强学生对民主的了解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 我们了解到澳大利亚特技女演员吴威纳迪亚 在印度电影界大放异彩 她以大胆的特技动作和扮演坚强独立女性的角色而闻名 这是对她在印度电影业的杰出贡献的认可 我们还听说 俄罗斯正在竞标轨道和武器 这引发了公众的震惊和担忧 太空战争的可能性 引发了人们对潜在的危害的担忧 这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 此外 我们了解到 纳瓦尔尼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 成为了更加令人动容的作品 这部纪录片 记录了她揭开一起阴谋的过程 尽管她最终在监狱去世 这部电影提醒我们民主的脆弱性 并鼓励人们积极参与 最后 我们了解到 一些新的电视节目和电影 将在流媒体平台上发布 《一天》和史密斯夫妇的翻拍版 备受期待 还有一些其他有趣的节目和电影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摘要 我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欢迎和我一起讨论 谢谢大家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